主料 剩米饭 250克 红萝卜50克 洋葱50克 大白菜80克 主料 咖喱粉8克 油 盐 几精 准备时间 10-20分钟 制作时间 30分钟到1小时 用餐人数 1-2人 将红萝卜 大白菜和洋葱洗净歇丝 红萝卜丝先用盐盐20分钟 锅里由热至6分 倒入洋葱丝 爆炖略香 倒入红萝卜丝 大白菜丝 加巴黎粉 鸡精 盐翻炒均匀 再倒入米饭 小火翻拌 至于上产后 即可 烹饪技巧 红萝卜丝先用盐盐 作用有2 1-入味 令其变软 若喜欢米饭口感较软 可在第四步骤时 加少量水 关锅盖满足片刻 大白菜内 已有些水分 可使用喜欢的蔬菜 来随意搭配 鲜下配料调好 再倒入米饭拌匀的方式 比传统的方式 米饭直接下油锅 要少吸入许多油 而且味道同样不错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订阅本频道 请订阅本频道